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说 术和二查术这一章呢 我们就介绍完了 这一章呢 我们说确实是 花了我们很大量的时间 因为这一章的内容又多 相对来说呢 又灵活 也有一定难度 所以呢 大家对于这一章的学习呢 要充分的重视和多下点功夫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简单的总结一下 我们这一章所学习的这八个考点 那么我们把这一章的学习重点 再给大家重新加深一下 首先第一点 需要大家熟练掌握二查术的结构特征 了解这个二查术的定义 然后二查术的五个性质 并且对这个相应的证明方法 也得掌握 这没啥说的 一定会有考题的 二查术性质的应用 一定会有的 那么第二点呢 我们说熟悉二查术的各种 存储结构的特点 及适用范围 第二点呢 我们说这是基础 一般来说 对这种存储结构的单独考核很少 但是它是一些题目考核的基础 所以大家得熟悉 那么这一章呢 比较重点的一个考点呢 就是关于变利二查术 以及呢 这个变利的一些应用 我们说 变利二查术呢 是二查术各种操作的基础 实际上二查术变利的具体算法呢 与所采用的存储结构有关 掌握各种变利策略的地规算法 灵活运用变利算法 实现二查术的其他操作 那么层次变利 是另一种搜索策略进行的变利 也就是说需要在这里呢 变利掌握前序 中序 后序 以及层次变利 这四种变利方法 好 我们继续看 关于线索二查术 线索二查术这块呢 我在介绍的时候就说 是一个难点 那么在这里呢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二查术线索化的实质 它是建立节点 与其在相应序列中的 前期和后期之间的直接联系的 那么熟练掌握二查术的线索化过程 以及在中序线索化书上 找给定节点的前期和后期的方法 这大家都给大家介绍过了 那么二查术的线索化过程呢 是基于对二查术进行变利 而线索二查术上的线索 因为相应的变利呢 提供了方便 好 这是 线索二查术 最后呢 我们说关于树这块 树和森林 那么需要大家了解 熟悉树的各种存储结构 及其特点 也就是说关于树的存储结构 这块呢 本身考核的可能性不太大 但是它是 这个一些考核的基础 大家了解 那重点掌握什么呢 树和森林 以所对应的二查树的转换方法 这是需要大家重点掌握的 最后核文漫术和核文漫编码这块呢 是需要大家一定要掌握的 如何构造核文漫术 以及如何进行核文漫编码 好吧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章的重点内容